大家看到這個表基本上已經講了一大半 我們講了正整數0 上一次講了負整數 整個整數這個box 因為這個是包括這三個 就已經講完了 這次就會講了分數 分數的 就會正分數、負分數一次就講了 因為這個正和負的概念都已經講過了 先講一個新 term 看到用紅色這個box 游著 這個term我們其實是會用的 就叫做非負整數 上次講到 如果好像這條數字上面 看到有紅色有黑色 如果我總是說 我一定要指著這一堆 黑色的數字 就是還有 5、6、7 一直去 包括0的話 如果我只叫做正整數的話 那就只有1、2、3、4、5 不包括0 如果我要一次過 說出這兩塊東西 包在一起 我們可以用什麼term呢 嘗試講了一個 自然數的概念 但是這個 由於數學計 現在還在爭論 我們 為了不要混亂 我們就叫這個新的term 叫做非負整數 那整數大家都知道 整數 就是這塊 整數 一大塊 包括正整數 0和負整數 非負 Double Negative 那 就告訴你 在整數範圍裡面 這裡有1、2、3 3 在整數範圍裡面 不要負 所有的負 不要 這個大交叉 那負整數 就是紅色這一節 整數的範圍 是所有這裡看到的數字 不包紅色這一節 那也就是 紅色這一節 塗了它 這個打完大交叉之後 那就變成正整數 和0 那0、1、2、3、4、5、6 一路數下去 那我們就會叫做非負整數 OK 那非負整數 非負的這個概念 不單止用在整數 例如 之後講到的有理數 實數 都是會用的 那非負的這個概念 就反指 0 非負 non-negative 以後看到 non-negative 就會 反指 0 加上所有 正符號的東西 positive 非負負的東西 非負的就是這個概念 那來多一個 這次又是看到我們熟悉的紫色的這個box 紫色這個box 就真的說 這個又是一個 confusing terms 那盡量不要用了 那 英文叫whole number 中文就一般沒有問題的 英文叫whole number 就會有些 惡然有些奇怪 那 whole number 就是整數 那代表什麼呢 有些人說 whole number 就是 正整數 由1 2 3 一路去 一路去 就是好像數綿羊 數綿羊 你會用到的數字 那就叫whole number 那跟自然所一樣 另外一個有人爭的地方 那就是 喂,我應該要包了0 哦 是不是 包了0 那這個第二個爭 第三批人呢 就會說 whole number 你中文就譯做整數 是不是 那既然叫做整數 那其實這一堆負的 都應該包了下去 負5 4 3 2 1 那這些全部都應該是whole number 裡面的 那有件及此 這個whole number的term呢 就盡量少用了 那如果測驗考試見到的話 那你就要問一問你的miss 要點快清楚whole number 是什麼 那如果不是呢 就會有問題了 那總之盡量少用 那